這個世界本來很平靜 但是突然間 時間快了四倍 天涯變成紫尺 資訊沒有了邊界 地球兩端沒有了距離 人類由網絡連成一體 世界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它 這次很開心 ophie 武力采殺 教授,你要 win 非常緊張 你已經拿了很多次獎,心情更緊張 這個好像上戲一樣,一定會很緊張 2月22日,光纖之父高坤又再拿獎 這次是美國工程界上最高的榮譽 相等於當地工程界的諾貝爾獎 高坤也猜不到他34年前的研究 今天竟然改變了這個世界 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尤其是年輕人 用電子郵件多過寄信 上網打ICQ跟朋友聊天 打長度電話便宜到拿起就打 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光纖所創造的奇跡 都是高坤的發明所引起的 光纖通信的原理,簡單來說 就是將信息化為數碼 再變為光波,通過光纖傳送開去 由於光速一秒鐘十八萬六千里 加上震動頻率高 所以傳書信息的速度快,容量大 這條頭髮絲這麼幼的光纖容量 相等於過去成千上萬的電話銅線 第一條橫道大西洋的海底電話電纜 同時只可以應付九十一個對話 而今天的海底光纖艦 同時可以應付十六億的話音通訊 沒有光纖這麼大的容量 不會有互聯網 好,看,包到垃圾了 橫河沙掃的沙粒直質 就是生產光纖的原料 跟生產玻璃的原料一樣 所不同的是普通玻璃有很多雜質 很容易就隔光 而光纖順度就極高 畫面看到的玻璃棒是光纖的原料 透明度可以比美空氣 光波可以暢通無阻 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光纖通訊 在1966年當高坤提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是天方夜堂 因為當時連玻璃專家都說 沒有可能製造到如此高純度的光纖 他們說你的要求是不能夠達到的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理論來猜想 這理論是從來沒有在實際上用過的 從他們的看法真是不可能的 當時的玻璃專家並沒有說謊 因為在他們的概念裡面 玻璃是用來做日常器皿的 當時沒有人會想過要把光纖傳信 只有高坤連專家都不相信 他們說不能夠做成功 因為他們還沒有做過實驗去做 所以我想我還是要去做點實驗 看看他們真的說得對還是不對 當大部分人認為高坤是個傻子的時候 他就堅持自己的信念 還做大量實驗去證實光纖通訊的可行性 這裡是高坤發明光纖通訊的電訊實驗室 位於倫敦以北市郊 Hi Tony,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這天高坤回去探望朋友 遇上極為難得一見的日傳食 幾位過去一起研究光纖的工程師又再合作 時候進步注尋找不要緊的 回想當時高坤要求的光纖實驗 和他一起研究的同事都认为他大想求 这是一环一样的一样 然后你只能为好冹乾 for一样的一样 然后他们只活了一样 然后駐干什么 然后 Charles来到我 upset him 他说了一个USD 一公共大约一公共大约一公共大约 会算得永远到位度 20,000小时 他是说已经有10,000大约 我们吧 他说了一样 他说幻想了 為了要找出光纖通訊的可能 高坤廢寢忘餐 以實驗室為家 經常把家裡拋怨老後 我記得一次 他說去shopping 第一嬸仔 他說可以經過 那天拉布斯前間 我要取消一些東西 那時候可以了 坐在車上就等 想要不要坐車內瘋 當然不開心 就累了就累了 回來了 怎知道就等了半小時還未到 說個字就自己開車走了 1966年高坤終於發表論文 為光纖通訊訂立了理論基礎 他描繪了一個美好世界 說一條光纖等同200個電視頻道 以及20萬條電話線 不過癡人說夢話 很少人重視 Wireless World 是當時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專業雜誌 但只要半頁提到他的論文 還放在內頁極不顯眼的位置 高坤知道要成功實現他的偉大救賞 需要很多資源 他竟然去跟競爭對手 當時是電訊權威的美國貝爾實驗室推銷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y是鼎鼎有名的 我這次去的任務是相當嚴重的 那個時候我很清楚知道 這樣子的計劃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需要動員幾百萬人的將來 所以這個事情是要很多人一起做的 因為沒有人去做的話 那個事業不能夠做成功的 貝爾實驗室當時也認為光纖通訊前景渺望 高坤無功而還 不過他的論文竟然引起電訊價以外的興趣 專做玻璃的康寧公司 在1970年根據高坤的論文 做出第一條達到通訊標準的光纖 他旁邊走到通訊標準的光纖 一直在我的眼睛 這個非常嚴重的 比我們之前看到的 但是還要等到1981年 第一個光纖通訊系統才正式聯誓 高坤發表論文十五年後才夢想成真 該被認為是傻子的高坤 從此成為光纖之父 英國科學上最有地位的皇家學會 也邀請高坤成為會員 和三百多年前發現萬有引力的科學家 牛頓在同一本會員名冊上簽名 我問問他們 我可以不可以把我中文名也改進去 我說當然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我真正是冤王子孫 我應該有自己的力量 有車有樓 今天仍然是很多中國人的夢想 六十幾年前 高坤就是出生在上海 一個有車有樓的知識分子的家庭 高坤的父親是個國際法庭的律師 當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受教育的時候 高坤的父母就請家庭教師 在家裡跟他上課 我的家庭好像很舊式的 他們覺得小孩子 小的時候在家庭裡面 教書比較更穩當 所以我有先生到我們家裡來 教我英文 教我中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的 在清明的 在治理之水 在這種 還在頭腦子裡面 這一條 是高坤番小學時的必經之路 充滿法國風情 這是法術界 你看這個普通處 象徵法國的一條道路 小時候你對法國的文化 了不了解 很少 但是也學過唱法國歌 跟讀法國詩 好像叫做 關於西卡拉跟螞蟻的分別 一個是一天到晚唱歌 這個螞蟻很情侶 一天到晚在做事情 高坤到十歲 才第一次入學讀書 是一間只有中上人家 才有能力負擔的貴族小學 高坤是一隻勤奮的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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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授原來就是小的時候就很用功 他是一個學者的樣子 他很文靜 也很瘦弱 但是呢 他很喜歡科學 一天到晚做實驗 他特別愛好的是這個 理科的方面 Science Physics Chemistry 記得他樓上三樓有個小房間 那都是他的Lab 第三層樓的窗口 你可以看到 這是後面就是我的實驗室 當時小學並沒有教化學科 但是十歲的高坤已經憑看科學雜誌 對化學實驗著迷 他弟弟成為他的實驗犧牲品 我有一次要想做Silver Nitrate 那個實驗實際上非常危險 我在做的時候 一不小心把這個東西倒下來 我的弟弟站在那邊 他的褲子的腳 他們穿轉褲子 我們立刻給這小川完全涌掉 還好還好沒有到他的皮膚上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他的手上有一點 1948年 共產黨即將進入上海之前 高坤和家人坐船離開故鄉 遠走香港 我還記得天氣 跟今天差不多 有雨 我們坐在那個船上面 看外灘慢慢離開 那時候的感覺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會見上海 高坤在香港生活了四、五年 就一個人遠赴倫敦求學 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我很害怕 這裡是很生疏的地方 一個人要靠自己 好久了 孤獨的日子不是太長 讀大學期間 高坤海後了英國華僑黃美雲 當然是靚仔 現在也是靚仔 現在也是靚仔 他最餓的 我們去看電影 英國人很冷 冬天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聊天 很要心聊天 聊天 聊天 他就想聊天 看電影的時候 他說不如坐巴士回去 他說不如走走 走得很遠 那時候做一堆事 他都走回去 走到手就冷了 他都覺得很冷 他說你的手冷不冷 我說冷不冷 他說冷不冷 他就要一個 excuse 拿著我的手 很特別的感覺 他現在要拿著我的手 就像用光的力量 雖然我很記得 在研究上 高坤經常受到考驗 而他亦一一將天戰克服 這麼多年來 只有一個考驗 看他怎麼都不肯接受 他說放鬆一點 我說不見你半年 如果你的心很痛 當然是對的 他說不肯 他說現在沒有信心 你遲半年也沒有信心 他說現在已經這麼好了 他說為甚麼要這個 trial 好像坐牢一樣 要受這些事情 他說不信 回去不見半年也沒有好效果 他是不是因此而打動了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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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坤很多時候都以單純的態度去看這個世界 九三年中英爭吵得相當劇烈 雙方都想爭取認同 新華社另起牢造邀請高坤做港市顧問 雖然高坤和金耀基都勸高坤不要接受 但是高坤就一意孤行 中國政府好像是跟我們說他們要聽不同的意見 我說很好我會把我的意見講出來 我不考慮我的意見是對他們的政治方面有不滿的地方或者很滿意的地方 這我不考慮 一場學生批判校長參與政治的風波也越刮越大 郭校長你實在太天真了 我不明白一個在這個世界上浮沉了60年的人 仍然還可以想一些這樣的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根本就是生活在一個政治的社會裡面 你怎可以說所有事情都不關這個政治的事呢 不過或者我會理解你的 就是理解你的 因為 就是 學術地位越高的人 他的政治意識是越低的 那校長你剛才呢都提到你很多的身份 那我相信有一個身份呢你絕對不會否認 你是一個人 一個人要有道德勇氣 要有立場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時代裡面呢 我相信很多事情呢再不能夠呢 我們坐著很詩詩問問說 我中立的 我怎麼樣的 我沒有意見的 你不關我事 我們恭喜高坤校長順利成為中間的傳聲筒 我們送一個傳聲筒給他 高坤不單一次被學生公開是落 九三年中大見校三十年開放日 高坤致詞期間 學生竟然搶麥克風 大學校長當眾出醜 當時的情況是頗為混亂的 高坤站在台上說又不是 不說又不是 高坤下台 我當時第一時間上去訪問他 我問他怎麼看這件事 還有會不會對學生有甚麼處分 他第一時間看我轉台就說 不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處罰他們 他們有自己表達意見 自由 當時我是覺得頗難得的 因為 因為就算一個普通人 也好 在那個時候 這麼落不上台 或者 這麼被人廢落的情況之下 他都覺得 沒所謂 或者覺得可以接納到其他人的反對意見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這件事 中大校內校外 不少人認為高坤太縱容學生 高校長好像是有一點太中庸吧 我個人不會同意他這樣做 假如說你把他看作 這是一個校長本身這個位置 很保持到一種絕對尊嚴的位置的觀點的話 他代表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個學校的位置的話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太寬懷了 是不是他太軟弱呢 是不是太 好像有些人甚至說他無能這樣 但是我想深一層 作為一個真正的教育工作者 我覺得他的深度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用一個長遠的 那種的教育方式 就不是說一個即時收校的聽 因為大學生到底都已經接近成人了 就不是一個深恩仔 就未必一定需要說 即時是用一個很嚴厲的 你不准做這件事 就是阻止了他 然後才慢慢搞 今天高坤回憶多次被學生公開對抗 反而覺得是年輕人應該要做的一件事 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我們不會聽到新的思想 他們表達了之後 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 知道他們是在爭取什麼東西 高坤在任九年所引起的議論非常多 但是無可否認他提高了學術水平 他一共成立了九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 另外有成立教育學院和工程學院 事工事過 歷史總有判決 最近中大校有雜誌舉行選舉 結果選出高坤為十個對中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他對中大學術上很有影響力 至少外國知道有一個中文大學 不是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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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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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裡面可以呼吸 是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這個環境是一個新鮮的環境 我對這個新鮮的事情都感興趣 你好嗎? 你好嗎? 好嗎? 你好 一般人心目中的工程師或科學家 一定是滿腦子公式和數字 和藝術知道不上哪兒 高坤竟然是個圖藝高手 你一根手的感覺相當有意思 而且做要很专心 依然也不再想解除我的压力 什么东西都放松了 好像去休息一样 我觉得这个艺术是用感觉来做的 跟我的做工程方面的工作完全不同 这也是一件乐事 要一份的 还有它光纤之符 但它不会用印记的 反转它 李美华做了高坤的私人秘书14年 觉得这个老板很特别 其中一样是从来不会发脾气 从来没见过他在我们面前 为了公事上而发脾气 很多时候都是在 同事告诉我 原来他刚刚回来 写字楼之前开过一个很火爆的会 那我就由头到尾 私毫一点都看不到 只是见到他有时 下班就会在那里吹口哨 很轻松 高坤虽然大名鼎鼎 但却毫无价子 平易近人 没有必要他都不想穿西装 平时只是便服一道就走遍世界各地 不认识他 他比一个普通人更普通 完全不像一个大学校长 在他刚刚做校长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认得他 因为他的衣着也太随和了 有一天他就回写字楼 当时不是办公时间 我们写字楼有一道 类似这样的玻璃门 他拿着那条锁匙的洞就在这里 他在那里开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人在后面看着他 你干什么 人家看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当时穿得太随和 看间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怕他进去偷东西 这一天 并不显眼的高坤 专程来到伦敦科学博物馆 看看那个已经成为 博物馆展品的高坤 这件事 不知道人家会否認得我 不知道 如果我现在站在这里 如果有人过来的时候 你猜他们会否认得我 不知道 有没有试过 我以前试过一次 不知道不太好 我们试试吧 你跟穿过呢 就知道 我最爱的是 也很想把我一终 真是 看什么 真是 那天 真是 因爲 你很想用秘密的 你很想用秘密的 就像他一個世界級的華人電訊工程師 一般中國人都對他有期望 認為他應該對中國有歸屬感 但他就一點都沒有 他回到他在那裡出生和成長的上海 感覺上都只是一個旁觀者 我對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種族的感情是差不多的 大概是因為我接觸的人太多 我是以人為主不是以國家或者種族為主 我住在哪裡是因為在那個地方 可以做一點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哪裡對我說不是一個太重要的一點 我變成了一個世界中間的一部分 不是任何國家的一部分 現在來說您屬於什麼地方呢 我現在屬於我在的地方 高坤今天人在香港 所以暫時是屬於香港的 96年高坤退休離開中大的時候 他曾經要決定是否留在香港 中大退休了我就問他 你是不是留在香港 他說我很想繼續在香港 做一段時間或者是常常回來 我說那你沒有買房子 他說我哪裡有錢買房子呢 你知道那個時候香港的房子很貴很貴嗎 事實上他也是講真話 他沒有錢買房子 高坤雖然是光纖之苦 但是並非好富有 他發明光纖的29項專利 通通都是公司所擁有 雖然是這樣 當他退休前獲得日本獎 50萬美元的時候 他竟然捐了給耶路大學 協助香港和外國學者的交換計劃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到退休 你是不是把自己的東西 準備好些 安排好些 退休金 獎金 準備你們退休用 他就捐了出去 我就覺得他相當偉大 他唯一 他先擺學術 他都沒有擺自己 以後的生活 退休之後 高坤成立自己的一間 資訊科技顧問公司 由於幫香港電訊做顧問 公司提供的宿舍 位於香港島的最高點 所以高坤經常說笑地說 他看得特別遠 確實高坤看到的 都比一般人遠十幾年 66年他發表的光纖論文 到81年光纖才正式形容 1984年他發表另一篇 將光纖容量提升一千倍的論文 這個科技最近才實現 91年他出了兩本書 說香港應該發展資訊和生物科技 跟過去一樣 當時沒有人理 經常曲高禍寡 高坤竟然可以毫無感覺 I don't feel that I'm wasting time I'm not angry with anybody I just put my point of view across I'm not angry with somebody 但是你唱首歌都希望人家聽 I'm not sure I can sing this song 他自己聽他自己的音樂 他自己喜歡聽就可以了 你們回來吃飯 你們回來吃飯 今年十一月高坤就會六十七歲 為世界動了腦筋這麼多年 他仍然沒有真正退休的打算 他現在除了有自己公司外 還有五項公職 全部都是為特區政府獻計 發展高科技 他最想證實十年前提出的主張 就是香港發展成為電子貿易中心 一定比世界其他地方優勝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做的時候一定要有人幫忙 香港是可以做最好的幫忙者 他的怎麼樣子好呢 因為他們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更便宜更有效更快 所以大家應該是很歡迎的 那麼香港也有一個地位 香港這個地位很少人能夠搶得去 高坤的光纖就好像歷史上蒼傑發明文字 北星發明印刷術 跟貝爾發明電話一樣 改變著人類的行為 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改變著做生意的方式 改變著這個世界 人類不斷進步 破舊立新 高坤的光纖系統 什麼時候才會被淘汰呢 我想沒有什麼系統能夠代替光纖 光纖是最好的 在一千年之內 我找不到一個新的系統來代替他 我這樣講 你們應該不要相信我 因為我本來也不相信 現任專家的講法 沒有什麼東西 我看見你 你們看看 有什麼樣子 你來看見你 你的牌比 倫理 有什麼樣子 你去看見你 你去看見你 有什麼樣子 你去看見你 不搶寶寶寶